首先第一條問題就想問一下李英愛小姐 其實在這次亞洲電影大獎得到這個卓越 亞洲電影人大獎得到亞洲各地這麼多業內的人的認同 那個感覺、感受是怎樣 是,那個感受就是非常之開心 還有覺得自己活動了一段長時間 但成為一位演員的時候在拍很多戲 都是一個好像能夠送給我的粉絲的一份禮物 將來都會繼續努力去拍多些好戲給大家 所以我非常開心地獲得這個獎金 而在我的演藝業中 我認為這是一個現象 這是一個現象我也想分享給我的粉絲 最近網上有一些報導說 李英愛小姐在相隔20年之後 會再次在接下來的韓劇 飾演《大長金》這個角色 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對,我今天有什麼計劃的意思 有什麼意思呢? 她說,她說 她說,她說,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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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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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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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現在還沒開始 進行這個《醫女大長金》的拍攝工作 因為當然他感受到大家都非常期待這一套作品 但是他自己覺得這件事是不得的 而且是為了要令到這個作品一個更好的面貌去示人 所以就要花更多時間去準備 所以現在他覺得也比較重要的 就是他都要多元化一些在演技方面再努力一些 所以在《The Palace》 很多人問我關於這個作品 我問是否要努力或是要努力或是要努力 或是要努力或是要努力或是要努力 而我的答案是 我認為時間不是最重要的事 我認為時間不是最重要的事 因為我們不能急著做好工作 所以我們必須要努力 我們必須要努力做好工作 所以我們必須要努力的時間 要努力改善它 要改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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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 我認為最重要的事是 is to diversify myself and to pay more effort in my acting career 會不會有普通話的 同事可以幫我們簡短地翻譯一下 剛剛這題的答案呢 那其實現在大場景二 還沒有在開始拍攝的 他也知道大家都很期待這部作品 但是他也希望 這個好的姿態 就是要去表演泰斯 是不是能給大家看 所以這件事情 他也覺得需要多一點時間 在演ert上面需要多一點 好,在這個時候,不如我們邀請另外一位 就是我們出越亞洲電影大獎的得獎者 寧木亮萍先生一齊可以上來拍張合照 和李萊小姐一起拍張合照 我們請大家準備好 恭喜兩位得獎者,我們不如一起拍張合照 我們可以站在旁邊 你會走過來、一旁嗎? 我會離開 真的不行 很可視,我們可以看螢幕在旁邊 這邊往左方向圖向左方向 在中間再次 然後右手旁邊 然後到上方 你會看到很多手在搖滾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